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励了台股今天是指数跳空开高 不过大家都说昨天是拉基盘 今天涨金融 但是我们最强的族群是生计 这也是老师一直在节目上提醒大家的 所以大家都想知道 接下来轮动到哪里去 趋势怎么看老师怎么觉得呢 生计这两天都是比较强 是啊 它等于是一三五要强 二四会比较弱 昨天礼拜二创高拉回 那今天很多股票又在创反弹高点 那美食今天又供到了涨停板 创新高还能供涨停板 那何一今天也供到了涨停板 中天也供到了涨停板 宝瑞又在创新高 太强了 药华药今天表现就比较拉差一点点 不过我们常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 今天应该有机会去挑战前高 但是还没有到 但马上也会到 不用太担心 那生计股这边一轮在上涨之后呢 连落后的股票都有在做一个补涨 那封老师这两天有在思考一个很大的重点 选钱嘛 是不是都是政策股 对 所以选钱应该就是生计股 它会在这边 大家应该是逢高怎么样 逢高开始分批的做调节 那如果它后面再补涨再往上走 它的力道如果不够强 那怎么办 只要你是不许再低档的 你就可以怎么样比较充容在上面 它会继续涨 但是往上就是比较怎么样 做调整 或者是在换其他刚刚转墙的 有的是那种突破转墙的 那是会有一点点短的一个机会 但是啊 今天有另外一个族群又转墙 生计 对 车用 车用今天就转墙 是 今天用一个新闻 让股票转墙 对 什么新闻 大模啊 大模说这个车用晶片在砍单了 是 这是不是利空 对啊 利空啊为什么车用你组件转墙 对 懂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啊 之前是缺晶片 车出不了 是 现在晶片要砍单就表示不缺晶片了 短料不缺了 是 所以其他长料就可以开始大量出货 这样大家懂吗 是 之前 今年年初到四五月的时候 涨最多的是谁 是AM市场的车用 对 对不对 AM市场嘛 售后嘛 为什么 因为新车出不来啊 那二手车就要开始一直修啊 是 一直修学就是AM市场的股票涨 我那时候有谁 东阳 哦对 耿鼎 提威锡 哇这有够用耶 对不对 没错 然后整挂的一个车用零子键 突然通通升天 哦 那可是啊 你有没有发现下半年车用跟它没什么关系 嗯 对 然后下半年的车用通常都是在 在什么身上 电池 嗯 电动车题材 电池 然后呢 充电桩 是 还有就是电动车要用的什么 车底轻量化 嗯 那包括里面我们跟大家报告过的 很要嘛 是 对不对 还有精确嘛 好 那我等一下跟大家来讲 我认为啊 选前这边很多股票如果暴涨在放量的时候啊 你就不要再做追加 你要开始慢慢的出 然后再转进到车用 还有我认为12月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做梦行情的股票 嗯 我还没有买啦 我还没有买 是 但我已经有开始在monitor一些股票 哦 那 那当然了这其中里面也有个跨幅度比较高的是我之前跟大家报告的这个是所谓的这个web3.0的股票 是 冯老师就直接把我现阶段在看的那股票已经定义成是web3.0再加上元宇宙再加上ic 哇 在IPC制裁 嗯 哇明年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要挑战倍数的 是 好不好 这个是我在最近一直在观察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本来跟大家报告 这个礼拜上半周是看个股 下半周看指数 是 就昨天就领先发动 对 那昨天领先发动 那今天当然继续攻嘛 我们昨天早盘是告诉大家 诶 准备转强 是 今天的早盘就是高点准备突破 今天虽然还没突破 但会不会破 嗯 会 肯定会 目前看起来 市场啊 资金越来越踊跃 股票在涨都不是单兵作战 它都是集体作战 那连军工股啊 昨天才涨 昨天抢 今天居然还能够续抢 那这个态势就不一样了 但我还是要讲 军工股真的能够 靠着军工在国内赚到钱的 少数 嗯 好不好 少数 好来 冬老师金日报台北雷台五年霸冠军 总绩效219% 单季报酬114% 冠军翻倍赚 如果真的行情来 我们真的可以抓到很多翻一倍的股票嘛 好 对不对 陆陆续续有看到嘛 对啊 但其实从我们提醒到现在 其实是超过一倍 嗯 从10月22号 10月12号联演奖会 对啊 创意今天也是拉回 是 但从我们提醒到现阶段 嗯 其实它涨幅也将近一倍嘛 没错 对不对 还有其他各个类型的股票 都有在反弹 是 哇连北极星 其实我仔细算一下 到昨天为止啊 嗯 它从最低点往上弹上来 是 其实它居然也谈了5成 哇 所以其实太多的股票在这一段都在涨上来 所以它在讲什么 台北股市它的韧性是非常强的 是 那涨跌的速度有时候会非常快 因为我们很浅跌 嗯 所以你不要因为一时间它跌下来 你就很担心 只要它长线的一个趋势 产业趋势都是对的 它都会涨回来 好 那真的涨不回来的时候 风老师会跟你讲说 这真的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 我记得两年前会当股票 嗯 风老师当时候带我们会员在操作 所谓的一个游戏族群 是 那时候有一档股票叫网龙 诶 我们那时候买进之后 他就往上挑战100元关卡 是 那后来又回档修正 发现不对劲 我就跟我们会朋友说 这档股票风老师看错 嗯 我也会看错嘛 对 那我们在80元 80几块的时候附近 我们就做一个止损 是 80元附近做一个止损 结果 过去这两年 嗯 真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它跟大盘也没有关系 好那最近呢 股价刚刚又打底 又打底完了 是 结果一看 赫然一看 前天是不是有一个大新闻 嗯 礼拜一有个大新闻 中国开放这游戏版 对 那这个新闻大出来 大新闻出来之后 股价大涨 游戏股 但流上一线 最高也还没到50块 48块 哦 真的不行的时候 风老师会告诉你 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走嘛 嗯 对不对 那打到这里来 哇靠 我想想 两年前买了90块左右 对 那现在股价只剩下 43块左右 43块 44块左右 嗯 那这个价位啊 如果当时我们不做这个动作 是 那两年你的股票就还在这里 对啊 但是我会这么认为啦 只要跟着我们的一个建议在操作 基本上 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奇怪的事情 而且 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样 分批布局 对 然后 怎么样 分散布局 你也不会怎么样 一次就让你all in一档股票 是 一次all in一档股票 快乐上天堂 失败 也会 也可能会上天堂啊 不同的天堂 不同的天堂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来再讲分享 因为 我一直在这个股市这么多年 我是看门的股票这样 漲漲跌跌跌漆落落 但我发现 你只要在那边 走得够久 站得够久 真的都是你的 股票它基本上长期 经济发展向上 人口越来越多 是 你只要看的产业是对 产业趋势是对 它就会 就会往上走 好不好 那我刚刚点一下网络是因为 过去我跟大家讲 哪里跌倒怎么样 哪里站起来 不是 哪里跌倒哪里不要去 你都知道会跌倒 然后就不要去 真的耶 那这一次封老师要破例 好 哪里跌倒 我们知道它已经是在什么 已经在谷底了 是 那你怎么样也不会跌倒的时候 可不可以去捞一把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 12月份我先预告 是 12月份我觉得游戏族群 会有一些 机会 真的 会有机会 好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跌深吗 跌深就有机会吗 不是 看起来不是喔 中国大陆现在它在文化输出 是 是 这个概念可能现在所有人都没有听过 嗯 我早时间跟大家讲 但是我要先讲喔 以网龙为例 会有很多股 很多的游戏股 未来它会狂飙一段 我认为会有啦 但时间会是在选后啦 是 最近就是好好找机会就好了 好不好 因为今天还早嘛 看一下时间 这个礼拜六才选举 对啊 希望大家好好发挥自己的公民的权利 该投票一定要去投票 我觉得投票真的很重要 好不好 那当然喔 欢迎大家 好扫描这个QR Code FSB688的官方网站 每日早报 操作提醒跟标语研究报告 希望大家可以啊 透过这一些的一个内容 取得每一天 你在股市操作的一个优势 那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 帮我们扫描QR Code 订阅点赞分享 让更多人看到我跟肉依主持的 股市奉神榜 好来 Q&A你看 对 这个就是先第一题 最会选 这个谁最会问问题 咦 肉依最会问问题 真的 上礼拜二还是礼拜三 我记得应该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三 是 然后肉依就有这个问题 选很多股民在问 到底是要涨能源还是涨生计 我说能源一点点 生计一大点 很多点 对 那确实啊 能源有没有充了一两天 有 前两天啊 风力发电有走一段 是 但是好像走不远 对啊 为什么 因为风力发电它其实啊 暗场很大 嗯 那它要收回收数字 比较慢 嗯 那它盖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盖 好 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快 是 可是呢生计就不一样了 对啊 生计只要有资金进去 股本小股票就会喷 嗯 哇今天喷的真的非常棒 对啊 所以选前 生计好好做 是 那 选后如果生计有急拉回的时候 嗯 怎么办 再来找机会步 好 生计它就是生生不息 是 我跟大家来报告 明年会涨幅最大的 很多个股还是在生计里面 了解了 它这一块应该是明年很明确 嗯 另外一块就是 IP 再来就是元宇宙 是 可能很多人讲元宇宙 还有人在讲元宇宙吗 我先跟大家来报告 封老师在看 好这个国际局势 像META最近都要裁员了 对不对 对 因为亏损太多了 可是 它也没有放弃元宇宙 没有欸 它元宇宙还加码投资 对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人口真的太多 而且人太多 就太多 太无聊了 就太要找很多很多的一个东西 来去做 来去做 那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是最容易 虚拟世界 是 我觉得这会是长线的题材 那当然未来我们在看的时候 会一一跟大家报告 好不好 选前生计股 我认为逢高要下车 是 好这个是今天礼拜三的 对啊 所以你有两天 你有两天可以下车 好不好 逢高来下车 不要乱追股票 然后 选后 我认为 选后 应该就是要开始走 11月份 业绩会开始好转的公司 是 你说现在是财报空中期 但要不要走股票 股票一定要有上涨的逻辑跟理由 你要有梦想 对 生计很有梦 但最近有没有在股价上面实现 还没有 股价很多实现了啊 对 很多已经实现了 你要不要去追 美食 美食又现在有人跟你讲说 看到360 是 那你再想一想 之前有没有人告诉你说 什么行业要看600 要看500 有耶 出来这种很 不能讲好小 很夸张的数据 很大的 这种一下子 你现在200就直接喊360 说还有五成上涨空间的 对 要不要现在去追 真的不要 应该是逢高获利条件 好不好 选前生计股 逢高 这两天 我认为应该要 获利一些啦 好不好 那不要去做过度的追降 选后 等到他有回档修正 再来做布局 好 好 航运大多头的红眼镇 改看空 航运股 对 消息一出 货桂三雄连两天翻红 是 后市的趋势 对 航运我认为 没有多头 没有多头 我认为航运未来三年没有多头 好 我的看法没有变 起算三年 我认为未来三年没有多头 是 对 那 原因很简单 嗯 现阶段 船不断的在增加 运力不断的在增加 然后货柜 他们现在在讲 前两天有个消息说 货柜现在在太旧换新 嗯 对 结果没有那么多新的货柜 就变成货柜不够 是 你说这成为理由吗 嗯 你就没有这么多东西要运啊 现在不是全球货物 除了什么东西不够 除了欧洲缺油 吹天然气之外 是 还缺什么 嗯 什么东西都自销 对啊 我今天听到19寸的电视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19寸吗 19寸的电视 是 是 应该说是个萤幕啦 嗯 因为我在听对岸的这些财经的一个消息 是他在讲 是 19寸的电视 他们是讲电视 嗯 只卖 500块人民币 哦 这么便宜 500块人民币 大概将近2000多块台币嘛 对 那19寸的电视卖2000多块台币 嗯 对就是这样 因为报价还在跌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容易坏 湿气重 是 要不然你就是住阳明山 是 阳明山也是 那硫磺啊 那个很东西很容易坏 嗯 不然的话你的家电会不会那么容易坏 嗯 不会耶 其实现在东西都做得很好啊 350都不会坏 对 对不对 所以啊 家电根本就不缺 那你要用家电运的这些大多数是用船去运的嘛 嗯 那还有就是车嘛 对 对不对 车也是用运的嘛 那现在车未来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 这个晶片短缺已经解决了 所以 未来的一个车会更多在用船 是 之前还有包飞机有没有 嗯 包飞机运高档车 为什么 货柜来不及 货柜太贵 然后还有电动车不敢放货柜 是 为什么 时间长了怕他 车子那个电解液啊 什么流出来 或者是 其他的问题 一烧 电动车啊一起火 灭不了 嗯 然后就整个货柜 那我记得那一整船啊 哇那损失了95亿美金 哇 95亿美金喔 嗯 4000辆的名车 是 那倒不如空运啦 对倒不如空运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包 包船要 包飞机要运飞机嘛 是 包飞机运气车啦 包飞机流动车 好那 我还是讲喔 货柜山雄 他 最多最多都是反弹 嗯 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多头股 转多 好不好 没有 运力增加 货物相对减少 好 然后货柜只要 你现在码头工人不罢工 是 逻辑上来说 应该 没什么机会 嗯 再从整个从好面上来看 你上面套牢这么多人 谁这么好心帮你解套 嗯 好这个就比较现实了 好 好 还是一样 我会建议手中有货归航运的 其实 如果150的 呃 长荣 是 卖掉 同时间换成150的 谁 美食 美食 今天有217 生技股 对 可不可以换 可以啊 可以喔 很快乐 如果换成长盛 是 170的长盛 嗯 也不错 对 是 保龄130 那时候150换130 现在有170 是 也不错 是 好不好 我觉得换换更健康啦 好不好 货柜三雄 我觉得很难 是 筹码的问题 这没办法改 因为你明年绝对赚得比今年少 是 一定少嘛 是 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一个最贵的40尺货柜 一个货柜 不是外面传的1万多美金 我那时候觉得1万多美金很夸张 3万多美金一个 现在只有1700块 是 这是10月份 我去拜访一个产业界大的一个 嗯 他跟我说的 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这是实际情况 是 3万多美金 变成1700美金 对 你觉得 你觉得这样他能赚得比去年多吗 很难 那明年是不是又 又不会赚得比今年更多 嗯 所以我还是正在讲 这个不是什么大技术的东西 好不好 好来 今天晚上 这个是19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柏拉德 这个是费德的英王 是 他说还要再升 再升息到5到5.25嘛 对不对 今晚上又要讲话了 又要再讲一个 这是有三个 都是比较偏英的 但是昨天晚上的美国股市已经先拉起来了 对啊 拉个安全店 是 怕你今天要乱讲话吗 哦 其实也不怕了 市场已经告诉你说 现在通膨的数据都在下降 是 通膨已经见顶了 你再升息 搞不好会变成停滞性通膨 嗯 那对整个经济状况就不好 是 好不好 所以晚上会再讲话 讲完如果 美股直接拉起来 那会拉谁 对 你想一想 拉 纳斯达克指数吗 对 就是要拉纳斯达克指数 所以要拉什么 中小型电子股 哦 好不好 好来 OECD上修 哎呦 上修全球经济成长率也不错啦 嗯 今年微幅上调 那就表示没有太多问题了 是 美股基金今年吸金900亿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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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因为 你年初就看到了 美金要升 要升息 是 美国要升息 美金要升 要会升值 所以钱都赶快换成美国了 那换成美国 那是不是只能买股票 哦 而且股票一直跌 你就基金就一直买 一直买一直买 基金是不是一直扣 哦对 所以逻辑是这个啦 是 好不好 不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啦 基金的投资 请大家记得 基金投资就是分批 一直买一直买 不要停 哦 来道雄指数我们昨天说 有可能会大涨 对啊 还记得哦 我们昨天有讲 有可能这边整理一下就往上攻了 诶 这里准备要过高了 我认为这应该会继续过 我认为应该会过 今天讲完之后应该会继续过 那就是这一段 加这一段 好不好 还是鉴定为反弹行情哦 我没有改变哦 纳斯达克昨天还是守住了季线 是 所以有可能 今天晚上 嗯 因为他明天就感恩节了 明天休市 所以今天晚上讲话 没什么问题的话 会拉长虹 会再去顶这里哦 好 来 废办的话已经表态了嘛 是 应该也要顶这里 照逻辑今天都应该去顶 嗯 好不好 好来 10月失业率是3.64% 是 这个半年最低啦 好事 这个经济就很好 那这个是比较特殊啦 很多人在问 外资借外币 可以拿台股抵押 其实我觉得 这个 不逻辑啦 我如果要外币 我不能把股票卖掉吗 一定要用股票抵押嘛 我就是看到美元要升值 对啊 美元要升值 我要直接换成现金 我干嘛跟你借 对 而且美国如果一升息升值 国内股票本来就会跌啊 是 那我当然是卖股票 我怎么可能因为这样的关系 还要拿他抵押 对啊 我觉得就很不太逻辑啦 是 但是你喜欢就好了好不好 你觉得这样可以 那 有没有可以 当然也有可以啦 很长线的投资机构 他不去卖股票 不管 不管价差的 他只是想要外币的 当然可以这么做 是 但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 很有效的方法 嗯 好不好 来 加钱准备反弹 准备突破反弹高嘛 对 早上的分析是准备要攻嘛 对 那这个跳空过去 这很有玄机 今天是个跳空喔 跳空结果没有补 明天还有机会再来个跳空 这个跳空在过去之后 挑战这个压力点 是 好不好 选前礼拜四礼拜五应该 明后两天指数应该 还要继续攻 虽然说昨天已经 比我预期的先攻了 对 那今天继续攻也合理嘛 本来就是礼拜三就要攻 对啊 而且外资期货多担又很多嘛 本来就要攻 那明后天 应该还会来去挑战这个压力区 我认为会来挑战喔 好不好 好 来贵买啊这个要过了啦 是 要来挑战这里了 贵买要过了 贵买这次会过喔 他整理的幅度很小 所以这个是非常强的 这个会过 来 赢家观点 生计又创新高的又美食 那何医师今天又过到涨堤 好 那车用股也发动 如玉琪嘛 我们说过 盘只要休息 你一定要找政策股 政策股一定是什么 生计 车 电动车 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生计题材也很少 17号继续跟大家来讲 对不对 对 美食昨天供 我说昨天说的时候 我说他昨天留下影线 还有机会继续供 哇 这一根上去就突破了 嗯 好这个已经创新高 那今天有这个利多 他这里放那么大量 我真的老实讲 看到这么大的新闻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去追 好不好 因为我们讲美食也讲很久了 对啊 也讲很久了嘛 前面地方就讲了 前面地方就跟大家来讲 是 我真的已经讲了那么大一段了 好美食今天又攻掌停 嗯 好保龄附井 有没有这里突破 来 这里一根 有没有看到这里一根 之后会怎样 会休息震荡嘛 是 那我昨天说这里是支撑 要守住对吧 对 我们昨天在他 哇昨天跌十几块 嗯 哇我说这里应该要守住 那今天又谈了十几块上来 是啊 但他是不是在做整理区 那能不能一路攻 我就说他明年大概赚八九块吧 是 给你赚十块好不好 那这个本益比你自己去抓嘛 好不好 嗯 那我觉得这边是不是我们的布局区 比较不属于啦 这个创新高的就 看看 以看看为主啦 好不好 昨天跟大家讲长胜更有机会 对不对 对 因为他还没创高嘛 今天有没有一根长虹 有啊 长虹上来了 对不对 好那今天也是往上攻上来 好 志勤啊 我说这里啊 也是压力区 赚上去 他基本上在这边做震荡 我认为这里是做另外一个 应该来讲哦 这也是赚八到九块的一个公司 但我会认为这边你不能去追 嗯 好不好 合一 这里啊 我们说过他去挑战这个 这个高点嘛 对不对 应该有机会 因为对称满足点 这里啊 应该有机会啦 那如果能回季线当然更好 没有回 直接拉出一根长庭 可是他在往上攻过程 你们要去注意 他随时会释放中国要证 是 可能会拿到 那个利多出来之后 大概自己要记得 好 只要利多出来爆量就走 好不好 好 中天母公司嘛 对不对 集团股今天往上攻 也正式站上季线 好 位置还没低 台康生我们之前跟大家一路报告 从这里 哇 震荡 撞到压力点 拉回来再说 这边已经快要创新高了 是 年底有要证 好不好 持续观察 好 北极星 哇 这个 仔细算一算 从这个低点上来 其实也涨了五成 那当然我们从这里 就跟大家来做报告嘛 有压回 那分批布局 上来这里 其实基本上 到礼拜一为止啊 所以看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应该 如果你有操作北极星 应该都是赚钱 对啊 应该都是赚钱 因为我们都强调要分批布局嘛 没错 所以你不会一个点 定死 底下再买一点 上来之后 尤其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还跟大家讲说 随时喔 上礼拜四的时候 随时跟 随时就准备 三天之内会出利多 对 结果三天之内 果然出现一根涨停板 对不对 好那在这里面啊 因为他这次真的相对来讲 上档的一个 这个时间跟幅度 其实对 对策满足点是接近季线位置 大家都到他还没到 这个比较可惜 但我说过 选前我们会比较 最后两天是逢高做调节 好不好 就讲到这里 好来 今天的车用 这也是一个新闻 讲上一是谁 大家以前叫他讲霸 他就是之前到中国的 中芯半导体任职 让中芯半导体 可以做出到相当于7奈米的技术 他只是没有什么 买不到机器而已 技术已经接近了 回国啊 新阶段在鸿海半导体车队长 那大家一想到鸿海弄半导体 是要做什么 电动车 对 所以今天有一档股票叫什么 富顶 但请大家记得 电动车今天才有大魔在砍晶片的这个题材 所以这个短线利多只能让它攻击一天 它不是长线的 可是晶片满足了 所以其他本来的长料 就是我车子的长料 我没有晶片也没法出口 所以你不要再继续供货给我的这些长料 它现在因为晶片够了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原来的量又放出来 所以相关的车用电子 可能我认为不会特别好 我认为不会特别好 尤其它们机器也高 但是车用的零组件或整车会很好 玉龙今天又在创高 对 好不好 又继续创高 我们当时会跟大家讲 来到50不要追 它会在这边挣几天 再突破之后再转强 但我一样跟大家来讲 接下来应该最强的会是零组件 零组件相对最强 车用还有充电桩 充电电池的概念的这个利凯KY 这是电池的概念股 这一个底部已经慢慢打成 今天有出了一个量 我认为接下来它都会攻击 突破这里 我认为会往三位数走 这两个公司 大家先好好先记得 很要 我们当时有从这里跟大家一路推荐 介绍 震荡完之后 除全完之后再创新高 这两波拉回的速度也太快 周小型股的特色 但是我认为今天一根长红又出量 这个只要一个利多越过季线之后 马上补缺口 好不好 这个个股我认为明年大有可为 为什么 车体轻量化 是 未来所有的电动车 它一定要 车辆要轻量化 所以 它的一个螺丝 应该会期货可举 这个今天有转强 来股市有三种人可以赚到钱 提前知道讯行的人 这个一定可以 如果说22号的演讲你可以看 对不对 股市的高手 这个高手在民间 但你也可以跟着高手操作 这个最简单 对啊 跟着风路老师做就可以了 不会做也要什么 跟着会做的人 好不好 那欢迎大家 可以啊 透过FSB688 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让我们专业团队来协助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明天操作 顺利愉快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